我说小姑子,你能别再来我家了吗?我和你哥工作一个星期了,好不容易到了周末,想睡得懒觉,可你来了。不但睡不成懒觉,还生了一肚子气,我真的快崩溃了。 嫂子,你说的这是什么话?我是来看我妈的,又不是来看你的。这里是我娘家,难道我连娘家都不能回吗? 想不想回娘家是你自己的事,但是哪有像你这样的一周能回来四五次的?况且你来就来吧,好歹帮忙收拾一下家务啊。 可你呢?一来就坐在沙发上,什么也不做,就等着我下班回家伺候你。原本我上一天班就已经很累了,就想回家好好休息一下。 小妹,你嫂子说的没错,你说你想妈了,回来看看她,我没意见,我们也非常欢迎你来,但你总不能不分时间不分场合,想来就来,想走就走。这已经严重干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了,你知道吗? 儿子儿媳,你们怎么能这么说话呢?我在的地方就是我女儿的家,她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 儿子儿媳,我是这个家的一家之主,只要我还在这里,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们做主。 妈,你就不要在这里火上浇油了好吗?你怎么就不能替我们想想呢? 我和小雅辛苦工作了一周,终于熬到了周末,我们只想好好睡个懒觉,多陪陪孩子。 可是,只要我小妹带着孩子过来时,整个家闹得都不得安宁,我们想好好休息都不行,你觉得我们能不生气吗? 是啊,婆婆,小姑子的儿子太调皮了,每次来都欺负我儿子,上次更过分,小姑子的孩子直接把你的大孙子关在房间,不肯放他出来。 婆婆,就算你不在乎我们俩,难道你的大孙子你也不心疼吗? 嫂子,小孩子之间发生摩擦不是很正常的事吗?你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吧? 我带孩子来这里,是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融洽,长大后能够互相帮助。为什么你不能理解我的苦心呢? 我当然心疼我的大孙子,但是儿媳妇,孩子千万不能惯着,孩子之间玩闹,磕磕碰碰碰很正常。 阿伟和你小姑子小的时候也经常发生摩擦,你看他们现在不是好好的吗? 妈,你就不要再替小妹说话了,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,我儿子差点就要翻窗了,小妹她每次都是两手空空地回来。 走的时候大包小包地背回去,我也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,哪能经得起她这么掠夺呢? 哥,原来这才是你的真心话事吧?你就是嫌弃我没带东西回来,所以你就在这里找麻烦。 别忘了,这里不仅是你的家,也是我的家,我回自己的家干嘛不能带东西。 儿子,你妹妹在婆家整天忙个不停,只有回到娘家,她才有时间好好休息,她吃我的拿我的,我又不让你们夫妻俩掏钱,你们凭什么有这么大的意见? 婆婆,你说的不对吧?每次小妹回来,都是我去菜市场买菜给她做饭,每次买菜的钱不是我付的,你怎么能说我们没掏钱呢? 还有,她大包小包拿走的东西也都是我的。 嫂子,你也太小气了吧,不就是吃了你几顿饭吗?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?我已经嫁出去了,回到娘家我就是客人了,哪有客人来了不给吃饭的道理呢? 既然你说你是客人,那下次就不要再来了,我们家不欢迎你。 哥,你看看你找的是什么媳妇,也太不把我和妈放在眼里了,她居然敢把我赶出去。 我之所以经常回来,是因为我想多看看咱妈,也想对咱妈尽点孝心,我这样做难道错了吗?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,能让嫂子这么讨厌我。 而媳妇,我女儿回娘家看我是天经地义的事,你没有权利责怪她,她只是想回来多看看我,你就不能理解她的一片苦心吗? 妈,我看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,别人家的女儿回到娘家,一进门就开始帮妈妈做家务,可小妹呢,回来就知道挑三拣四的,一会儿让我做这个,一会儿让她嫂子做那个,好像我们都是她的佣人一样,只要她一来,整个家都不得安宁。我有这样的妹妹,真是到了八辈子没了。 哥,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?以前你可是最疼爱我的,是不是你老婆经常在你面前说我的坏话?她就想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。我就不明白了,我回自己的娘家有错吗?我怎么就惹到你们了?你们要这样对我? 小姑子,当初我和你哥结婚时,你是如何对待我的?你难道忘了吗?你一直看我不顺眼,总是在婆婆面前说我的坏话。以前的事我已经不计较了,可是你现在越来越得寸进尺了。 每次你来我们家,就一五喝六地坐在那里,像大爷一样指手画脚,走的时候也不忘记拿走我的东西。天底下没人能忍受像你这样的小姑子。 我告诉你,李小雅,我女儿没嫁人的时候,在家里我什么都不让她干,即使她现在嫁人了,我也不让她干。我们都是一家人,不就是拿了你的一些东西吗?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? 妈,你就不要在这里添油加醋了,难道非得看着我妻离子散才能让你开心吗?如果非要如此,那我就只能不顾兄妹之间的情谊了。 哥,我没想到我在你心里的地位这么低,甚至比你老婆这个外人还要低。妈,我以后再也不能来看你了,请你原谅我。 我女儿是来看我的,和你们夫妻俩有什么关系?你们竟然狠心把自己的妹妹赶出了家门,这件事要是被邻居知道了,你们就不怕别人笑话吗? 我们也不想这样,可是小妹只要一回来,肯定就要闹矛盾。小妹,请你体谅一下哥哥的不容易,下次还是不要再来我家了。 儿子,我真没想到你这么狠心,今天你要是赶你妹妹出去,那我就跟她一起出去,我看你们夫妻俩早就嫌弃我这个老太婆了。 婆婆,我们给你养老是心甘情愿的,但如果你要我伺候小姑子,那是不可能的。 妈,既然我哥和我嫂子都讨厌我,那我现在就走吧,以后就算你们求我,我也不会再到你们家来了。 小姑子说完愤然离去,没想到一个月后,小姑子又来到了哥哥家。 小妹,你怎么来了?你不是说不再来我们家了吗? 回去的一个月里,我仔细地思考了这个问题,你和你老婆没有权利阻止我回娘家,我是来看我妈的,这和你们没关系。 只要我妈在这个家里,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来。 儿子,你妹妹已经一个月没回家了,妈也想她了,你们兄妹俩就别计较那么多了,妈不忍心看你们在吵架。 婆婆,这房子是我娘家给的陪嫁房,我不让小姑子来这儿。 她自然不能来,不然我就告她擅闯民宅。 儿子,你还是个男人吗?你就不能好好管管你老婆吗?按照你老婆的说法,我是不是也没有资格住在这里了? 妈,如果你继续偏心小妹,你就回老家去住吧,我每个月都会给你生活费的。 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,难道就因为你妹妹要回娘家,你就要把我送回老家吗?你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 妈,你就别废话了,你现在就收拾行李回老家去吧,以后不管你女儿去你家多少次,我也不会管了。 就这样,婆婆变到老家去住了,儿子家里终于安静下来,看到这里大家觉得儿子儿媳的做法对吗?一起来聊聊。